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公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两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还有少数名额 七月份报名截止 请抓紧时间报名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么最近的这段时间特别火爆这个电影 Sound of Freedom 自由之声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完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 现在这个视频请你退出吧 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观后感 而且在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会有一些剧透了 而且如果你还没有去看的话 请你务必要去看 这部电影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认识还有人还有你的朋友没有看的话 请你马上购买他们的电影票 带着你的朋友去看 你再看一次也没关系 这个电影真的是值得我们去看的 而且我们要支持这个样子的运动 支持这个样子的声音 很多人在那边讲说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他遇到这样的事情是什么 就跟最后面那个 金可西夫说的一样 We are storyteller 我们要把这样的故事传出去 我们要让别人有这个样子的awareness 这个样子的敏感 这个样子的方向 所以说如果说还有人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 给他们看我们之前翻译的那个访问 反正就是带他们去看就对了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电影 我们看完之后的观后感 以及有一些点让我们感觉到说 好感人好感人 以及我们想到的一些关于过去回忆的事情 好那接下来就从你开始 因为你的记忆最新鲜吧 你看了之后 因为影片里面讲很多小孩 我还在想想说 你看的时候会不会联想到你自己的小孩 铁定 一定会是不是 对因为我两个女儿啦 所以说看到女生在那个地方被欺负的时候 我就特别有感触 然后 当然就是看到男生在那个地方被欺负 你就会觉得 怎么会这么恶心 就纯粹是恶心 就是我没办法想象 有人会对小男孩 就是要去做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是没有孩子的人嘛 就我看见小孩 我的反应是 想要给他们吃好吃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只要一看到小孩 我就想说 你要不要吃这个 你要不要吃那个 你要不要喝饮料 你要不要什么什么 我对小孩比较关怀的方式 就是你想要吃东西 我可以给你好吃的东西 但是真的很难想象 就是同时作为人类来讲 你可以对小孩做出那么令人发指的事情 因为虽然我没有孩子 但是我也希望看到小孩很开心在那里 然后我也喜欢跟小孩讲话 但里面的这个真的是超出我的想象范围 这整个影片让我感觉到就是一个文化的堕落 就是美国现在变得有多堕落 就是中国历史上也一堆这种 你只要有权有势了之后 你就会对小男孩小女孩去做那个样子的事情 这变态怎么这么多 真是不分古今中外 对而且像说各个文化 你每次要献祭给神的时候 什么河神啊海神啊山神啊 全部一定都是同男同女 对包括像什么那个西游记里面 也有那个也有写吧 就是说那个什么送给什么河神 一度是同男同女什么的 好像很多在古代的传说里面都会有 对而且我觉得变态的地方就是 献给怪力乱神的东西的 基本上都是小女孩 然后呢或者是年轻女孩 但是男的那种王自己用的那种 都是小男孩 就是人就是这么变态 古今中外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美国的整个文化变成这个样子 包括我们现在立法院在那边讲说 我们不能叫他们叫pedophile 不能叫他们叫恋童 我们要叫他map OK minor attracted person 就是被未成年人吸引的人群 对 他们怎么总是玩这种什么文字游戏 就是练童癖你就练童癖啊 这就练童癖就最直接 但是他们要改成说 你是被未成年人吸引的人群 对 我看到这个电影 以这个东西打主轴的时候 你真的就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文化堕落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样子 人性变得有多恶心 但是在我看之前 我就有这样子的觉得 我看那个预告片 我就是这样觉得了 但是我看了之后更是觉得说 美国现在真的 真的是在堕落当中 嗯 那你就来分享分享 就是说像你看完了之后 你觉得这个电影里面有哪一些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 那第一个我觉得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里面有一个大胖子 哦就是那个原来原来是坏蛋那个大胖子一直在抽烟 对这个人他那个时候原本就是一个大坏蛋 也是卖人口的 然后是卡尔特 墨西哥卡尔特那种感觉 舌头 对对对 然后他本来就是很有钱很有钱 然后后来因为他人口贩卖的关系 他进了监狱 进了监狱出来了之后 他就开始就是花天酒地啊 觉得说啊我现在有钱啦 我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啊 结果他有一天就在他楼下呢 就看上了一个 诶 二十几岁的一个女生 啊 妓女吧 对妓女 然后他就把他叫上来 然后呢就上去办完事了之后呢 后来才发现这个女生只有14岁 他从6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这样子的事情 他把这个付完钱了之后 然后就决定他想要自杀 然后他就拿着枪顶着在自己的头 然后就说 这个时候你就是最好 问神你存不存在的时候 他没有讲神说什么 然后他就决定说 他要来把剩下的钱 还有他的时间 来去拯救这些小孩 他说的一句话感动到我就是 当神叫你去做事的时候 不要迟疑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可能也是因为我最近在读耶利尼 然后耶利尼做事就是 神说什么什么什么 耶利尼就去做什么 神说什么什么 耶利尼就去做什么 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一直在吃 然后我有什么时候我再来去做什么 我等下我有什么时候再做 但其实神跟你说话的时候 通常就是你要去做的时候 不是等到你认为时间对的时候 才是对的时候 他诺亚造方舟的时候 他可以就是神叫我做方舟 但是我 you know what not right now 等到我准备好的时候就去见方舟 也不是这个样子 神要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也是这个样子 那当那个胖子在说 当神叫你去做的时候 你不要迟疑 就是这么一刹那里的瞬间 他选择顺服神 他没有自杀 然后他就可以去救更多的小孩 那你刚刚那段就是你有什么感觉吗 我其实比较好奇的就是 因为他这个人都是真人了 这个都是真人的原型 然后演到电影里面的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他这个真人的本人 我很想要听他的见证 因为他以前真是太坏的人了 你知道很多其实就是以前特别特别坏的人 后来信主 然后又变成牧师等等等等 但是就是在我看来 就是我接触到的一些吧 就是以前如果做过很坏很坏的事情的这些人 其实他们信主了之后 他们在慢慢向神靠近这个过程 其实是很漫长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原来的老我身上的东西太多了 举个例子好了 就比如说我就是没有做过什么太多坏事 你说我贩卖人口也没有 我欺负小孩也没有 就这些都没有嘛 但是我跟他们比起来 好像相对来讲就比较简单 就是要对付的问题不是同一种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要看以前做过很多坏事的人 他哪怕信主了 然后做牧师做很多年 其实你从来实在还是会看到有一些流里流气的感觉 就是你一看他就说 这人怎么好像有点不像好人 反正就是说我是比较好奇 这个人他真实的生命的见证是怎么样 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他不是主角嘛 所以他不会被介绍太多 他只是就说因为神有个什么东西 然后让他翻转 他从原来过去做很坏的事 然后之后变成做很好的事 你会看到这种胖子他就是非常爱钱 然后又是一个很懦弱 他不可能让别人拿他自己生命开玩笑的 但是到最后他愿意跟那个主角一起去坐那个船 那当时就他们两个 而且你看这个胖子 他又不是那种伸手很灵活的 他基本上去了就是领便当领合法那种 不是吗 对不对 就是你会觉得说 那个主角身姿矫健 对吧 人家又是肌肉 人家是有练过的 你让他开枪也OK 然后在枪林弹雨之中 你说他能捡回一条命什么嘟嘟嘟滚到旁边的丛林里面 这都是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他去之前他就知道说 OK 去这上胸多吉少 但是他愿意 你想他以前一个愿意拿别人的生命去赚钱的人 现在他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别人 我觉得他这个翻转真的是太了不起 这个翻转实在是太大 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神到底怎么触摸了他 然后他的想法是怎么改变 就是他这个人的见证是给人很多很多鼓励 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 我们看到非常 就是 人可以顺服神 到一个地步 去牺牲这个自己的生命 去为了完成神的心 去拯救 其他的神的形象 神的人 然后你也看到说 人可以为了自己 你明明不需要做这个 但是他们却选择去伤害这些小孩 然后他们来赚更多的钱 我觉得是两个非常极端的 就是非常善跟非常恶之间 就很多时候其实让我感觉到非常困惑的 还有就是我们有几个人一起去看 看完了之后 大家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疑问 就说 那个模特 那个贩卖人口的模特 他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想 其实每个人的职业选择 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职业选择 贩卖人口 对不对 他可以不去做这种 你看到他选的那个女生 也是个子高高 真的就是一个模特的样子 就是这个人 应该就是本来就是一个模特 他是经过选美比赛的 他是选的有名次的这样一个模特 他明明可以靠着自己的才华 或者是天分 或者是什么 他可以去赚钱 而且他完全不需要 你说如果你觉得去打工很辛苦 他不需要做这种 你知道跑卡斯 你可以去走梯台 对不对 你可以给人家做那种试穿衣服的模特 等等等等 其实你职业选择放也是很多的 为什么不去 就是你有这样的条件 你为什么不去做你可以做的工作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去伤害别人 把别人的孩子骗走 然后去卖孩子 因为人的命是最直线的 对 所以就是 他明明其实可以不用去做 但是他却一定要 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用这种方式去做 然后他把他 之前什么 比如说他的身材的优势 等等这些优势 他全部都不要 他就是跑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用他身材的优势 去骗人 说你看我是个模特 所以你跟我一起去参加 那个casting audition 我认识很多导演 我可以帮助你们家的孩子 进入到什么 那个演艺圈 去当明星等等等等 你看我条件这么好 你可以相信我 他用他这样一个外造条件 他不去走梯台 他不去赚钱 他用这个东西去骗人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真是 我有个朋友 跟我年纪一样大 他也是学 拍摄剪接方面 他有很多这样的器材 不同的相机 然后镜头 他拍摄剪接 这些都非常专精 都很好 当然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你知道 他说他要去做什么 他说他从现在的工作辞职 不做了之后 他要去做色情片的导演 他要去做色情片的摄影师 男的 男的 那你知道 就是你有一个talent 你可以选择 就是你会的这样一个技术 或者是你的天分 去做什么方面的事情 比如说你像 Sound of Freedom 这个剧组 他可以不去拍那些色情的东西 他可以不去拍 迪士尼那些东西 他可以不去拍那些什么 漫威的英雄的大片 他们选择去拍这个东西 就是你把你的这个东西 到底用在什么地方 那你像这个人 他有简洁的技术 他可不可以去做一个 正当的职业 对吧 你像比如说 我们也都会剪辑 然后会拍摄 那我们就选择把 神让我们学过的这些东西 我们用来俯视 AI News 这个上面 我们可以去做这个东西 但是那个人 他就想说 我就是 对吧 我要随从自己的私欲 我想要去 当一个什么色情片的导演 或者是色情片的 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 神真的是 给每个人 给我们聪明才智 而且是给我们 每一个人 都有非常棒的才华 但是你的才华 要用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Yeah 我不能再 不更同意这个说法 甚至是机构啦 基督徒的 基督教的这些机构 他们就说什么 我们要在一起 我们要一起祷告 我们要一起 好像是这个样子 但其实最多就只是 一堆基督徒聚在一起做 世界上面的事情 那就变成一个组织没有意义的一个东西 变得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什么商会 什么什么会 什么什么会一样 我觉得基督徒聚在一起 你们是要有一起有目标 而且有共同意义的 如果说是一个商会聚在一起的话 如果说是一群 你是做什么什么行业的 你是做什么什么 十一住行在一起 我们在十一住行里面 我们要怎么帮助彼此 然后一起去荣耀神 我们要怎么在我们的工作 然后赚钱的过程当中 要来更得到神的荣耀 我们要怎么样去把 耶稣基督的这个理念 还有圣经的这个价值观传达出去 我们要怎么样帮助 其他基督徒的企业 其实通常都没有 如果基督徒在一起 不是为了神的话 只是为了我们都是基督徒 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东西 其实就是在隐藏自己的一千两 隐藏自己的挑战在那里 对因为现在太多这种 就是基督徒需要互相帮助 我觉得这是OK的 就是像你讲的什么 有各种各样的协会 医师协会 很多这个基督徒医生 喜欢给自己诊所其名 就路加 我觉得就是这都很好 但是就像你讲的 就比如说像商会里面 那基督徒的商会 跟世界上的商会 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就是你想很多商会 喜欢搞很多活动 然后就说我们互相帮忙 你的生意 可以照顾我的生意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在商会里面 或者在企业 运作的这个东西里面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但是大家又不愿意 去面对的事情 就是钱跟诚实 你要如何选择 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 做企业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说 会有偷税漏税的 这样问题 那你说你在一个 基督徒的商会里面 你比如说你邀请人进来 那你是不是要说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商会 就是完全按照 神的价值观 去运行的这样一个商会 在我们这个商会里面 我们大家是互相合作 互相帮助的 但是我们不允许 世界上的行为 世界上的价值观 出现在我们这个里面 因为我们这些是属神的 这样的话 我觉得才有一个意义 不然的话 你说大家都是基督徒 对吧 然后没有任何的要求 没有任何的标准 只是大家因为 都是基督徒聚在一起的话 那这样的话 也没有办法 真的让人得到造就 然后也没有办法 真正的让基督徒的企业 按照神的心意去发展 我觉得这个就是 只是像世界上 大概分门别类一样 比如说黑人 有黑人的机构 亚洲人亚洲人的肌肉 白人有白人的机构 对吧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分类而已 但是我们的分类 要跟其他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对啊 那我看到第二个 让我感到痛哭流涕的地方 就是在电影最后的时候 那个小女孩就是 在旁边 就是在病床上面 躺在那个地方 然后她爸爸进去 然后看到她之后就说 哦 我是爸爸 然后呢 你弟弟也在这个地方 然后那个小女孩就过去 然后就窝着爸爸的那个脸 也没有哭 也没有讲任何的话 就是看着 然后就很难过的看着那个爸爸 我看那一幕 我女儿的脸就在我那个 就是放在那个上面 哦 然后你真的是从那个里面 你可以感觉到为什么她没有哭 因为你如果看什么 那种台湾的偶像剧啊 或者什么中国大陆的那种 那种 芭蜡剧那种 那种就是迪迪克的爸爸 你怎么跟她爸爸 我再也别跟什么 就是那个样子浮夸这个东西 但在那个里面 就是一个小女孩 就是看着她爸爸 然后摸着她爸爸 也没有哭 但是哭不出来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过度解释啊 应该也不是 我觉得导演应该是 故意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引导演员了 是吗 是 哦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一般在美国 sorry啊 就是因为以前是做电影的 所以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总会想到这些东西 就是在美国的整个的这个电影行业里面 就是导演会去引导演员 他不太会说 就是你自由发展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会跟演员讲的非常清楚 但是他不会跟演员讲 就是说 我希望你要哭还是不要哭 你有时候你看说什么 中国的导演会给你分说 从不哭到哭 一共分十个度 比如说十就是大哭 然后零就是不哭 但是不高兴 然后说 那我要的是六 你给我演一个六 美国导演不会这样去扶导演员 但是你知道 像他后面表达出那个情绪 那个一定是导演专门设计的 对 这个是导演对于 这个剧本的理解 还有他的构思 他是 就是要演员往这个方向去演 反正我在那边看到的感觉就是 这个小女孩 是在忏悔的 然后他看到他爸爸 他的慈爱的父亲 为他这么担心的一个爸爸 然后他掉不出眼泪 因为他被玷污了 他被污染了 他不是纯粹这个天真无邪这个小女孩 他经过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他被强暴了这么多 他被卖到这个地方 卖到那个地方 然后他已经不在纯洁的情况下 他遇到了他的爸爸 然后他流不出眼泪 因为这一开始是他自己的选择 是他说爸爸我想当model 我想要去做什么 这是他一开始自己的选择 因为他很开心 对 他很开心的要去觉得说 我要当明星的 我要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 却发生了这个样子的事情 他让他爸爸担心 他害他弟弟 也被抓去卖 去被鸡肩 然后他自己也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 好不容易回来了之后 他对于他的家庭 是充满了 悔恨 但是又想要被安慰 他就抓着他爸爸的脸 然后一直这样子抓着抓着 然后一直这样子 我在那边看 然后眼泪啪 我就看到我女儿的那个脸的那个 虽然 就是 我女儿也会对我这个样子 但是他就是 啪啪啪这样打我的脸 他就玩了 对 但是 你可以感觉到他整个那个emotion 我觉得这一部戏 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capture的 一堆的emotion在那个地方 那个 The Jim Carvel 他没事这样的讲完一句就说 'Cause God's children is not for sale' 就盯着你看 就盯着你看看了几秒钟 你就这样 这个人的眼睛怎么那么漂亮 对 反正对我来讲 就是这一部戏 是充满着情绪的一部戏 你想看去看John Wick一个人出过去 啪啪啪啪打死了好多人 然后就拯救他狗出来那种电影 这个戏不是这个电影 这个戏是充满着 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 愿意跟随神 愿意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 就只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可以做正确的事情 在这么多的打压下面 然后那个Homeland Security 也在给他这个压力 然后那个哥伦比亚那个警察 就是说这么 你看 我只能带你到这条河 之后我们就不能再去了 我们常常把很多的东西交给政府 还有各方面的 然后觉得说我们只要有政府就好了 但其实事实上就是 很多坏人是政府都不愿意去碰的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政府变成坏人 我们现在在美国这边最可怕的人口贩卖 就是政府 小孩跨过边境之后 上面就有一个Tag 就是说我要去哪里 带我去哪个城市 然后送给哪一个哪一个人 他这个地址在那边 然后我们的政府 拿着你的纳税金 邮费都是你出的 就把那个小孩送过去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当我看到这个小女孩在那边哭的时候 握着她爸爸的脸的时候 我是充满着情绪的 我记得你有讲过 你小时候也有差点被诱拐的经验 对 就是我觉得小孩被拐卖什么的 好像 就是还蛮多的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你会看到说 你会发现这些坏人 好像就在电影里 对不对 就是我们看完这些电影之后 就想说 啊这些贩卖儿童人 怎么那么坏啊 怎么那么坏 但其实你好像身边 就是会有这样的人 因为就是我小的时候 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爸在开饭店 就在我们那个小区里面 在小区里开了一个饭店 然后呢 有一个人是给饭店做采买的 就是东北有那样的车 就有一个摩托车这样 然后后面 那个摩托车的后面 是一个塑料棚子 这可以拉人的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 我把你从哪拉到哪 你上车 我可以带你去 然后就两块钱什么的 在东北这种车叫 泵泵 然后那种小泵泵呢 那个车啊 那那个人每次都是 因为我们家是小饭店嘛 我爸那时候开一个很小的饭店 然后就是跟这个人讲 就说你去帮我买什么什么菜 什么什么菜 然后他就会买回来 就写一个单子给他 他买回来就送过来 送过来的话 我爸就会给他钱 怎么怎么样 就是让他帮忙买菜 那这个人呢 他也是一个比较 就他看起来 很老实芭蕉的这样一个人 然后我爸也会请他过来吃饭 然后也会跟他一起喝酒 什么什么的 所以他还蛮经常来 那当时我是小孩嘛 就八九岁这样的 我就跑来跑去 然后我就看出 哦这个人 就跟我爸是朋友嘛 那小孩 不太明白 大人的这个交际的这个 就是具体说 他是你什么样的朋友 小孩很难去了解这个 我只是看到说 哦他经常来我家吃饭 他经常跟我爸在一起喝酒 很认识 就是就认识 就觉得说 哦这是我爸的好朋友 就这样子 因为不好朋友 你也不太会 邀到家里面来吃饭 等等等等 所以我的印象就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放学 在小学门口 八九岁嘛 放学了之后 有一天我就走到门口 我就发现这个人 就在学校门口等我 他看到我出来 他就很急 然后就这样快来 我就说 怎么了 你怎么来了 他就说 他很急啊 他跟我说 你爸出事了 你说 你知道那么小小孩 我最怕的就是 别人跟我讲这种话 你爸出事了 你妈出事了 因为你小的时候 没有电话 你没有办法说 知道说这个人 到底怎么样了 你最害怕 就是失去爸爸妈妈 所以你知道 他当时骗我的时候 他不是说 哦我带你去吃糖 什么什么的 因为那种东西 骗不了我 因为家里人 也会跟你说嘛 说不要被那种东西 骗哪 什么什么的 就这种防范的知识 都跟你讲过 但他当时跟我讲 是你爸出事了 我就害怕 我就说啊 怎么会这样 那心里有一些疑惑 就觉得是真的是假的 然后第二个就想说 这人还蛮经常出现在我家的 然后就很急 我说我爸出什么事了 他说你快上车 你上车 我带你去找你爸爸 我说他在哪里 他说就在小区的大门口 那如果我要坐他车就很快 大概到那边不到五分钟 就可以到 那你说如果我用跑的 二十分钟 大概吧 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你快上车 所以我当时虽然心里带着疑惑 但是我还是上车了 那他是 就是开那种小蹦蹦 后面带这个塑料门的 这种塑料的 我就坐上去了 坐上去之后 那种车很吵 他一开起来 你脚下面都感觉都在震着 嗡嗡嗡 这样他就开 然后就在后面坐着 我背出书包 心里又忐忑又不安 我就在想说 这个人不会骗我吧 他不会把我拉跑吧 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又在想说 我爸到底在哪里 其实这个人 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我想说 为什么 然后我当时脑袋里就想说 我要不要逃跑呀 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在路上我想说 要不要逃跑呀 我就坐在那个车里 我就喊 我说 哎 我爸怎么了 他在哪里 我就希望问得更清楚一点 希望他能够告诉我 然后我想 从他给我的回答里面 判断 他是不是跟我说谎 可是 他当时戴着那个帽子 你知道 东北人 那个冬天的时候比较冷 他戴那种像大狗皮帽子 这个一个这样的大帽子 两边还戴中耳朵 他一开那个车 那个就忽散忽散 然后很吵很吵 我不知道他是没听见我说话 还是他听见了 他就不想停 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就在评估了 我想说 这个人可能是坏人 他可能是要把我拉走 我不想在他的车上 我当时是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就在车里面站起来了 站起来 我就把这个门 他那个门是不带什么锁的 因为就是塑料那种 我就把门打开 我就看地上的这个速度有多快 我想说 我如果跳下去会怎么样 我当时想要找一个最合适的方式 从车上跳下去 然后我想说 我怎么跳不会受伤 所以我就在那评估了半天 你看 八九岁小儿一点也不傻吧 我说 那个脑筋还蛮清楚的 所以我就在那看 你都被人家上车了 有什么清楚的 但是我这个时候想要逃跑呀 不是吗 我觉得 我现在想 我觉得我还蛮聪明的 反正我就那个时候想说 因为他是在小区的路 他不是外面大马路 所以没什么时候还OK 我就想说 好 那我要这样跳下去 这样跳下去的话 我可能会在地上滚两圈 但是也OK 我可能不会受什么大伤 下车就会跑 就在我这个愁愁的时候 我开着门这样看的时候 我突然看见我爸了 然后 他就从这个街边走过来 他这样低着头走 然后一看 我爸 他突然一抬头说 他就看了我 他就喊 停车 所以你爸一开始就知道 那个是个坏人 不知道 他在那一刻才发现 我怎么在那个人车上 但他反应很快 他说停车 那个人还是不停 那个人家族了 马力友先往 我爸跑超快的 他从后面 他居然碰上那个车 那个人不是在这骑摩托吗 他就抓着这个人的肩膀 就把这人拉下来 然后就说停 然后那人就停 然后就一下跳下来 然后我说爸 然后我爸 没有打一顿 我忘了有没有打 但他骂得非常难听 但是他有没有动手 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当时很害怕 我就感觉我得救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一看到我爸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人就是要骗我 因为他没事 他跟我讲说我爸有事吗 我说我爸当时很悠闲 走在街上 还这样低头 好像在想什么事情 然后之后我爸就很害怕 他之后就因为这个事情 他想了有一段时间 然后他说他每次想起来 他都感觉很后怕 他觉得我如果被这个人拉跑了 怎么办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我觉得这个概率 好像也不是说特别特别低 也就是说这种坏人出现 并不是只在电影里面 如果我要是真的被拉跑了 我现在也不会在英国 我怎么会在美国 如果我被拉跑了 我可能就在中国的某个大山里面 然后现在生了五个孩子在那里洗衣服 真的 这是很惨 他把小孩拉去了 他大概去了之后 就马上给你找一个什么老男人结婚 就把你卖了多少钱 然后那家出什么钱 就是这样的 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我真的觉得父母真的要醒来 真的要知道自己孩子身边在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像说爸爸在服侍 然后妈妈就在一天到晚就在跟妹妹哈拉 然后就说三姑六婆 一群人在这个地方 我看教会里百分之六七十都这样的人 我没有说到他说的 我只是想象出来这个画面 都是他说的 我只是 我也是想象 然后小孩子在那边乱跑 然后要结束要怎样怎样 然后妈妈开始在那边找小孩 就是 有太多父母是这个样子了 你看那个电影里面 有多少小孩 就是妈妈在旁边就是坐着 然后就抓着就走 就直接被抱走了 就是大人根本就没有在看着或者干嘛 你看那个监护录像 都小孩子好像站在那个门口 或者站在街边 直接就这样一抱就上车了 或者是就在那个前院这样子玩 对 然后几个小男生在那个地方拿着打棒球 然后什么什么 一台摩托车过来 这样抓了就走 所以说这个样子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非常可怕的 人口贩卖这个样子的东西 我小时候我妈就开始直接跟我讲 然后就说什么 哎呦这个大陆多可怕 什么什么什么 大陆你们那时候拿大陆举例子吗 大陆真的很可怕 你今天回来跟你妈讲说我差点被人拐抛 我小时候就有这个样子的警觉性 但是现在的小孩很多是没有的 很多小孩现在被学校教的是说 我们不要跟父母这个样子 我们父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不要 那这个是已经长大一点的小孩 小小孩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思考的能力 然后父母反而是觉得说教会这边很安全啊 然后这个地方很安全 越安全的地方你的小孩就是越危险 你随时随地都要看你的小孩 总而言之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真的要告诉所有的父母 你的孩子是属于你的 你看到那个影片里面 那个爸爸有多难过 当你失去了你的小孩的时候 然后在里面他在跟那个主角在那边讲话的时候 就说他儿子已经回来了 他说你有女儿吗 当你知道你有一个孩子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不睡在他床上的时候 你睡得着吗 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 你还去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改变 美国是全世界儿童卖淫 消费最高的一个国家 一堆的变态 当一个国家越发达的时候 越堕落的时候 越没有生活道德价值观的时候 那个国家就会变得越来越变态 你现在要保护你的小孩 很多美国的小孩是自愿的 很多美国小孩是说 我要离开我家 因为我妈不准我变性 因为我妈没有办法让我兴自由 因为我妈 她们从小就在洗脑美国的小孩 去做这些兴解放的东西 最可怕的奴隶 就是自愿当奴隶的奴隶 这就是美国政府现在想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这就是世界的政府想要我们去 成为的一个商品 我们自己当父母的 我们要刚强 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小孩 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有义务要保护我们自己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影片的时候 真的是像这种人口贩卖的罪行 比堕胎杀人一点也不轻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产业在存在的时候 要更多的祷告 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看到这个影片 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你觉得有触动到你 请记得为这个事情祷告 然后可以祷告问神说 我可以为这个做什么 因为很多小孩被救出来的话 他们也是需要心理重建 因为经过太多的这样的trauma 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讲 这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噩梦 而且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心里都还很稚嫩 不成熟的时候 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这个创伤是很难愈合的 所以真的是为所有的这些人祷告 那当然也为很多像Tim这样的英雄来祷告 那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 就是说他们跟主流媒体说的完全不一样 主流媒体说这根本就是个人英雄主义 但这其实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因为你要知道他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有一个一直重复了好几次的一句话 就是说God's children are not for sale 就是神的孩子是不能够被贩卖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哪怕不信主的人 他看了这一个影片 他会看到神的工作 他会看到基督徒跟普通的人不一样 有勇气 愿意舍弃掉自己舒适的生活去做这些 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存在 所以这个影片不光光是像我们暴露了 有这样一个黑暗的产业链 也是更多的 就是荣耀神 然后让人得益处 然后真的是把神的名给传扬出去 所以这是一部非常非常棒的影片 如果你还没有看 如果你身边还有朋友没有看 大方一点 给他们买一张电影票 邀请他们说 跳我已经给你买好了 请你预留时间 请你一定要去看这样一部非常重要的影片 跟他刚刚说的一样 现在主流媒体正在打压这个影片 说这是一个个人崇拜 你看这个人真的 又演个耶稣 现在又演得跟耶稣做的 真的是一样 除非会演耶稣 还会演什么东西 Q文这都是个Q的什么东西 不是的 他在里面最值得我们看到的地方 就是他每一次经过那些事情 他有多无助 当他的department 撤走他的资金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神告诉我要继续 你的教会有没有勇气去做 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还是你的教会 或者是你想要做的事情跟所有的人一样 你有没有再把你的五千两 两千两用来荣耀神 或是建造人 那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什么 就是跟那个Jim Carvell里面说的一样 Spread the word 当一个storyteller 宣传这个影片 让父母开始小心 让我们要形成一个社会的压力 让我们的政府知道说 我们在乎这样的事情 我们政府不在乎这样的事情 的原因 而且还可以继续在那边玩小孩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也不在乎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awareness 警觉性提升 我们要让父母知道说 小孩是他们的责任 然后我们要让这些父母之后去投票 然后把在乎这些孩子的政治人物选上去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政府 唯一的方式就是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不要被左派的媒体骗 而且我们要自己要变得刚强 我们才可以改变这个时代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也看完了之后 欢迎你在下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 你的观后感到底是什么 或者你觉得说真的这个电影有哪一个地方 特别特别触动到你 让你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难过 或者特别特别的惊讶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 再次呼吁如果你要是没看过电影的话 但是你看了我们今天的观后感 也希望不要被剧透的影响到太多 赶快还是买票一定要去看 好如果你顺便还是有朋友没有去看 买票请他们去看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